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首尼师杨静宇 明天就是立冬了 这个天气 这成如我们刚刚这个 你看明天好像北部中南部 都是在大概摄氏30度 所以这个天气的气候的变化 真的是冷热无常 前两天非常的凉快 但是这两天又变得会比较热一点 所以我们毛小孩也好 我们的家里的长辈也好 都要注意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其实今天有个新闻 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我们这个电台所播的新闻里面 就是在自由电子报 在今天有一位林彦彤的记者 他所报道的 他的这个标头 就是非常的一个蛮好 蛮好蛮有意思 就是说宠物晶片 改要由脸部来辨识 畜牧处长立法院 投一个震撼弹 或是一个笑弹 那当然了 我相信在这个 成如我们刚刚新闻的播报里面 他的辨识的准确度到底有多少 比方说他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辨识的一个设定 拍成影片 看鼻文等等的 其实我个人想要再引申 今天这则新闻 倒是有另外两层意义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有关于他的记者报道的一个文章 就是说 这个我们新任的序幕处长 叫做谢耀青 他也是受医师 那谢耀青表示 有关于各县市流浪狗的问题 他除了希望能够增加收容数量之外 也希望同步能加强这个源头的管理 但是近年来 晶片管理的成效不张 这个成如刚刚所播报的 我们现在晶片的植入的比例 大概百分之六十六成左右 因此呢 正在沿泥 希望能够改成脸部辨识的方式 OK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去 那在那农委会 在今年2月4号 已经推行了零扑杀政策 那各地收容所也传出 空间不够啦 脏乱啦 以及这个流浪狗狗 出现在街头等等的问题 我们都有待 我们这位新任的处长来解决 那么接下来重点来了 这个农委会的主委 林聪贤他坦言 今年的表示 他说零扑杀政策 冲然上路 其实地方和民间 都还没有准备 那各地呢 也不是没有这个动物收容所 而是要在兴建 可是因为零币效应 就是说 谁都不像 我们家旁边就是收容所了 因为零币效应呢 无法实现 再加上最近又要选举了 所以呢 要解决更加的困难 那林聪贤说 这个农委会会会在进一步的延泥 巴拉巴巴拉成立什么一些小组啦 这个依照都市跟乡下不同的特性 做管理呀 什么等等 在这个好 更好的一点 更好 更好 更值得深思的一点 就是说 在会后啊 那个记者呢 请教这个谢耀卿 这个处长 就说 有关于脸视的 脸部的辨识系统呢 他说脸部辨识呢 还有要搜集资料来严泥 但是呢 今天第一次上立法院比较紧张 未来啊 这个严泥呢 详细一点会再进一步对外说明 那我想衍生的两点 就是说 第一个我想在实物上 为什么大家不想带这个晶片 帮我们家毛小孩做植入晶片 有很多人说 哎呀 太可怕了 那么大粗的一支针 打了皮下 有些人是说 我狗的没法出门过 从来不出门 干嘛要打晶片 那我们家的猫咪 也从来不出门等等 因此呢 在晶片的植入的比例上 是降低的 如果今天这个大前提子存在的话 不管你用什么辨识系统 它的提升的比例 绝对还是一样低的 绝对不可能提升的多高 那此外呢 我也比较好奇 就是说 这个我们人脸的辨识系统 比方说现在 这个某某手机上来的 第几型的那个 它的开机 可能是用人脸来辨识 那因为我们晓得 东方人西方人 跟这个人 只要是人的脸 大概都差不多 要不然就比较方 比较扁 鼻子高或低 这个犬骨是否高或低等等 它扫描的时间呢 会可能准确度会高一些 可是狗狗你知道吗 还有多少种的犬种啊 比方说像狼犬 它是尖嘴的 嘴巴非常长 鼻子非常明显 可是还有一些像北京狗 像西施犬 像这个巴哥等等 或英国斗牛 法国斗牛 它的鼻子是缩到 这个脸部以下的 海平面以下的 我真的不晓得 它要怎么样去辨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这个 比方说动物生病了 它可能脱水 或消瘦 或者说甚至于 我们晓得 在鼻甲骨的肿瘤 它到中后期之后 它脸部整个变形 所以因此 你在这个侦测上面 用脸部来辨识的话呢 它的准确度 到底有多少 我们讲说 如果有九成 可是呢 是不是还有10% 回不了家呢 所以这个非常要 值得深思的 此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 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通用的 都是一所 我们为的15码的晶片 那今天我们 如果说 我们的狗狗要带出国 它都是要靠晶片号码 来做血液检查 或者做任何的登记等等 如果今天用了脸 来做辨识 那么再到了美国去 美国 它用什么东西来去 索取你的资料库 说知道你这个脸 就是这个号码 就是这只狗狗 所以其实这个相关的 配套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想说 衍生出来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 我们新上任的 这个畜牧处长 做第一次上立法院 比较紧张了 未来延宁 这会再跟大家 做进一步说明 其实各行各业 何尝没有新手 可是你要讲出一个话 尤其是在政府 在国会里面 你讲出这样子的一句话 你是否要有一些 这个决策过程 是否要更严谨一点 或者说 有更多的一个资料 来佐证你将来 会这样子推行 或等等 这这样才来宣布 免得大家会开始 会有点紧张 或者造成一些恐慌 所以对于 决策的完整性 跟逻辑性 真的蛮令人担心的 那第二个 我要引申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我们农委会主委 林冲贤先生 也坦言 坦言 林扑杀政策 忽然上路 其他的地方和民间 都还没准备好 听众朋友 其实已经两年了 它的缓冲期两年了 两年都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而且在我们节目 过去在幸福号列车的 宠物当家的时候 我们就一再的呼吁 而且也访问了我们的议员 访问我们台北市东宝处长 我们的严处长等等 都说你们做好了没有 如果真的 林扑杀上路了之后 我们的收容所 我们的任何的这个 是否都已经有搭配好的 这样子一个过程 大家都说OK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好 可是今天主委终于说了实话 真的 难道就是说 上面就是一个 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 然后下面就是各地方政府 就各自找对策 比方说南狗北宋 北狗南宋 要求的就是一个数量的问题 还有就是把一个 所谓的自然死亡 或者说因病而安乐的 这样子的数量 他把扑杀的这个 数量移到其他选项去 所以真的 我觉得真的 我们要实行一个政策 尤其是一个好的政策 真的必须要我们大家 来共同努力的 尤其是政府 我们担任我们的领头羊 担任我们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决定的机构 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原本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介绍 就我在一个网络上面 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羊狗狗的好处 他总共立了20点 那这边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讲说 羊狗狗的好处 那我想说我们就介绍一项就好了 羊狗狗的好处 他这边第一项标的就是减少压力 在纽约州大理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在2009年的研究当中 他证明了就是说 在工作的场合跟动物的互动 他这个人能够降低他的压力 会增进工作满意度和有效率 尤其是看到狗狗可爱的模样 以及不时的能搞笑的模样 所有的生活压力跟烦恼 立刻的减轻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非常难得的 我们请到了我们台北市 康宁动物医院的院长 王申文王院长 那刚刚这个王院长 跟我多年的好友 然后呢 他之前也是我们中华阴谋 受益协会的会长 那申文呢 他其实他的专长 就是在这个宠物动物的皮肤科方面 而且呢 经常在我们的台湾 也在我们的大陆对岸 做过非常多的一年几场啊 12场 12场的这个演讲 所以说都是针对于 这个皮肤方面的这个强项 那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声好 大家好 我是王申文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广播节目 OK好 那个在这个台湾呢 因为我们晓得 胃族的亚热带嘛 所以说其实每年的均温都非常的高 而且呢 尤其有很长的雨季 那这样子的话 中年高温潮湿的情况之下 在临床的皮肤病的上面的病例上面 以台湾而言啊 我想在我们的临床受益师 几乎每天都会碰到 非常多的皮肤病的case 比方说他吃药都OK 就不养不抓 可是药一停没多久 又开始养又抓 等等等 这皮肤病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我们王医师 就是说 能够分享一下 就是狗狗皮肤病的大小事 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皮肤病的疾病 大概分类有 现在因为台湾处于一个比较潮湿的状况 所以说呢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最常看到的大概就是一般的这个我们叫做外寄生虫的一些感染 像跳蚤必失引起的一种过敏 骚痒 那当然还有最常见的异味性皮肤炎 那还有这个细菌性的 还有这个黴菌性的皮肤病 那当然这个是现在狗狗猫猫来讲最多的 在台湾来讲 通常占了这个门诊的比例呢 其实大家回想看看 大概占了40%左右 每天的门诊量 是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在这个分类上面有外寄生虫性的 也有美菌性的 美菌性的 也有这种像过敏的 过敏的 异味性皮肤炎的 对 那像戒险跟毛囊虫这一类的呢 您看到的还多吗 戒险跟毛囊当然也是有的 当然他们有可能被环境所感染的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 慢慢慢慢有些口福的蛆虫药已经出来了 那吃了以后 它相对的对这些疾病 它是可以控制住的 那所以相对的这些疾病发病的时间 的期间都缩短了 而且预防的效果也很好 是 OK 好 那我想是说 像我们常常会 就是有 也有我们的客人会问我 就是说 我们家养了四只狗 为什么就是这两只 同样的生活环境 吃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就是单独这一只 或这两只 特别容易有一些皮肤病 有的没的 每年几乎 这个皮肤病不断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在狗狗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构造上 或者免疫系统上面 有什么会值得注意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其实像刚刚杨医师 所讲的这些问题 通常都是一些 异味性皮肤炎的一些 这个症状 那当然是跟他的这个遗传 跟就跟我们的小孩一样 可能他会气喘 他会鼻炎 那其实最主要是皮肤的表面的这个脚直层跟这个脂直层呢 他中间可能会有些屏障上的一些破损 那让细菌 或者说 异味性皮肤炎的过敏源就进去了 那相对的就会痒了 然后当然就痒了以后 他会抓嘛 那所以说 你就会感觉到有二次的感染 他越来越严重 那细菌 霉菌越来越严重 甚至酵母菌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甚至就臭了嘛 就是反复的这种恶性的循环 那当然经过治疗好了 可一季节一变换 或者吃了不好的食物 或过敏了 他就又发生了 讲到这边 就是说皮肤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屏障 当他因为可能很多种原因 称如您刚所说的 搞不好是跳到咬了 或者说一个霉菌的清洗 然后狗狗一抓 他就把天然屏障就破坏了非常多 那我现在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狗狗该不该洗澡 狗狗当然是还是要洗澡的 因为有些皮肤比较脏一点 他一样会造成他的皮肤都不适 那他一样也会痒 那还是要洗澡 可是洗完澡以后 还是要保持他的干燥 甚至要盛选一些好的洗毛巾 那不要让他把他的这个角质层 脂肪层给这个去除掉了 那这样子相对就没有保护的屏障了 还是要洗 还是要洗 还是要洗的 对对对 因为常常有人讲说 哎呀我跟你讲啊 因为你的狗狗就每天在 不是就在每个礼拜 或是一个礼拜洗两次 或者说三次 然后把那个天然的一些保护的 这个功能都破坏掉了 所以呢 他皮肤非常敏感 非常容易感染 这样子的说法成立吗 其实最主要就是看他用什么样的洗毛巾 甚至有的人很早以前 我们是用南桥水晶肥皂 对不对 他这个脱脂力甚强 那甚至现在很多的这个药用的洗毛巾 也是这个力量很强的 那甚至呢 我都跟客人讲 如果洗在你自己的手上都很粗糙 很色 很咬手 那这样的洗毛巾 相对的可能 除非真正的必要 不然的话是避免使用的 真的哈 对 所以呢 可是可是好像皮脂漏 这一型的皮肤病 好像坊间流传 就是说用南桥水晶肥皂 对对对 那个是以前的一些观念 现在都有这个很好的洗毛巾 他不但去污洗净之外 我们讲很单纯 可他还有在保湿润湿的功能 还有皮肤营养的功能 是也就是说用这个 我们传统的肥皂洗 他是把油脂都洗掉了 对 可是却没有留下来一些保护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其实对对皮肤来讲也是非常不利 也是 这个是下猛药的做法了 对 可是之后就完了 是 ok 好 那我们想说呢 你刚刚你所提到的 就是有关于外籍生虫方面 所造成的皮肤的疾病 那能不能帮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他这个治病的过程 或者说该如何来加以防治呢 现在外籍生虫的疾病 当然在台湾来讲还是很多的 尤其在一些流浪狗来讲就更多了 那通常呢 外籍生虫不外乎跳蚤跟避失 那这两种皮肤病呢 其实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种是低跳蚤药 那一种是口服的跳蚤药 那当然对于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一般现在的流浪狗 那他们其实因为你抓不到他们 所以现在他们不管是爱惜妈妈 他们怎么做呢 都是丢口服的跳蚤药 那因为丢口服的跳蚤药 他们相对就把这些跳蚤壁师 他们包在一块肉里面 或者什么就吃掉了 所以相对对这方面的防治是很好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来做的话 这些狗的抵抗力比较强了 所以甚至界限啊 毛狼虫呢就相对就少了 对不起啊 其实我深闻啊 他常常在帮我们那个 汪丽林理事长的那个协会 做了很多的疫诊 做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 帮忙流浪动物的 因为这康林动物医院呢 他是在万华区 所以在华江桥 其实我们打听的朋友都知道 华江桥有很多的浪浪在 对环河南路 烟压公园 那边是特别多的 所以你怎么跟帮助他们 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 第一个我们就提供他这种 口服的跳蚤药 给他 给他们浪浪去吃一个月一次 那第二个当然 像狂犬病流行的时候 我们就帮忙去打 狂犬病的预防针 那当然生病了 他们就会送过来 OK 这点我一定要帮你做宣传 真的 你对流浪动物 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呢 我们要开放我们的call in 可以吗 可以 我开放call in 那大家如果巡棍向弯的 有关于皮肤病 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都麻烦您call in 进来 我们的call in 专线是 02-8369-3398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名uncode 全能狗S 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接听 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我们台北市康宁动物医院的院长 也是我们皮肤科的专科医师 专家 那个王生文 王院长 那我们先接听一位我们听众朋友in的电话 您好 杨医师 王医师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猫也要给他们吃那个 不服用了 服用这个跳蚤药 因为我是给他们 那个有一家叫做 那个心擦爽的 因为它能够一吃杀很多种虫的 但是我想请问 我们家的猫都在家里 它也没有出去 要不要继续服用 因为我看我们家目前三只 它有一只最小的 常常在那里抓抓养 我在想它到底是真的就是这么养 单纯的养还是怎么样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之前有一只狗狗 不 猫 它是多狼症 多狼症 所以我现在通常都带到台大去看 那这个经过看了以后 这个不要讲 因为这个后来它又有别的症过失了 那所以我看它有这个肾脏有问题 我就带去把其他三只也带去检查 结果有一只检查出来是肾萎缩 那所以我们就要 因为它检查那个时候已经七岁 目前是八岁半 所以大概三四个月要去追踪 那我们因为给这个肾脏专科医师 那位医师看很好 所以其他两只也带去 虽然它们没有那个肾的问题 但是它也看一般内科 那我现在有一只这个狗狗 我有一点烦恼 它这个上完大号以后 可能这个肛门还是有一点分辨 它会在地上磨 我就把它带去 带去的时候 这个医生有从他肛门取分辨出来 说没有问题 我记得我不知道杨医师忘了没有 有一年选举 那个肺虹派委员 在就是这个台市那个公园的 你也有去 我有带去 你检查好像也说没有什么问题 那现在他这个为什么老是 这个便便老是要在那边磨 地上磨 麻烦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Anne 我想第一个有关于 我们Anne问就是说 它三只猫都在家 然后呢 它还要继续做这样子的跳蚤 外界成统的预防吗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那我是觉得预防胜于治疗 那尤其猫上面 如果当你得到跳蚤 那是不得了的 而且还有耳界虫 那我会建议呢 还是要一个月第一次跳蚤药 那不管是任何的牌子 甚至现在有新的跳蚤药 它滴上去连肚子的虫都可以取得掉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一个多猫的家庭 那如果有一只得跳蚤 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 而且这些药呢 它对本身对猫来讲 它并没有任何的害处 那我会建议还是第一会比较好 是OK 对尤其是有些跳蚤 会跟着我们人带回家 那当然猫是没有口服的 是用第一的 是OK 好 那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因为Anne有问到说 有个七岁多的猫 然后它之前有一只多囊性肾病的 一个猫走了 那因此呢 它剩下来三只就再去检查 那结果发现有一只 可能肾脏有一点萎缩 或者有点atrophy 就是缩小了 那我建议是 这个真的没半年 还要再做一次检查 因为呢 我们晓得验那个肾脂数 BUN CREA等等 它都是要肾脏的细胞 坏死到75%以上 它才会临床上面 才会有数值的增减 或才会异常 所以说除了咽血之外 超音波的检查 看肾脏的结构 这是格外格外的重要 所以还是要去 带去检查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肛门腺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做了粪便检查 它肚子里面没有内积增从 然后呢 常常会去磨便便 或者等等 我建议还是在肛门腺里面 再加以多关心一下 就是要挤啊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样子应该会比较 这个完整一点 好 谢谢Anne的科音 那我们今天真的 你还有一位 喂 陈小姐你好 喂你好 医师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有养两只猫咪 那其中有一只 就是带去给医生干说 肺部有毛病 那这样子的话 请问一下 我们就是有在使用空气清净机 那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人跟猫 共用空气清净机 有没有关系 然后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肺部的毛病 会不会传给人 还是说传给另外一只猫 就这样子 好 它的肺部是怎么样 是纤维化 还是会有一些肺炎 我是听我小孩讲 想说什么 本来是 肺部应该是黑色的 对不对 那都变成白色的 那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OK 好的 好 来回答您 好 谢谢 我们这位陈小姐 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它这个空气滤性器 我们晓得可能会过滤一些 不管这灰尘也好 塵蚊也好等等 那这样子的共用 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会建议 常常跟客人讲 你的空气滤性器的过滤网 不管是哪一种的 可能定期要打开来清 甚至要更换 这个是更好的 对不对 其实有过滤性器 是对我们人或猫来讲 都是好的 对 不会共用 不会有什么的问题 对好 来来第二个问题 肺部有感染 其实最主要 一定要挡快看病了 对 到受医院的看病 可能他肺有发炎了吧 又变白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应该 挡快把它治疗好 其实对人 对猫来讲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可是有一件事 你要想看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疾病 那是不是他的环境 是不是我们要把它清扫干净 那空气 甚至空气滤音器的网 是不是应该要清干净 我们要把整个环境 要把它处理好 是对 那尤其是像那个 如果说猫本来的这个X光 空气在这个X光拍下来 是黑色的 对 那如果说因为有一些 肺部的纤维化 或是有凶膜性的肺炎 或是造成一个急性的感染 其实这个都会造成 在X光片看起来 都是一片白乌乌的 对 那如果说现在已经 仅仅有口服药 而且能控制的还不错的话 我想还是要持续的 这样子去做 那我想这两只猫 因为生活在一起 很久的时间了 所以如果要会 交叉感染 或什么早就感染 早就感染 我建议另外一只 也去检查一下吧 对 这样更保险 是 好 那我们谢谢陈小姐的call in 那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有些狗狗 它得了异味性皮肤炎 结果呢 它是吃什么 这个 羊什么 也都不知道 然后吃药了以后就好了 就停了 结果药一停又来了 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异味性皮肤炎 该如何正确的加以治疗 异味性皮肤炎来讲 其实说难听一点 就是你当你 吃了一个过敏的东西 那为什么叫异味呢 就是它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了 很大的皮肤就痒了嘛 眼睛就抓了 耳朵就泛红了 这叫异味性皮肤炎 那通常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怎么去防范 其实它会分成几个 现象 就是第一个是食物 第二个是环境嘛 那第二第三个是 跳蚤壁 是这种外基章虫的感染 这些呢 我们都要去 小心去避免了 那甚至呢 用尝试错误法 也是可以啊 你尽量什么东西都不要喂 那突然你今天喂了一个牛排 可能它就痒了 那代表它可能对牛肉是过敏的 或者你今天 你什么都避免好了 你都吃饲料什么好 可它突然来这跳蚤 它就痒了 那它可能是跳蚤引起的异味性皮肤炎 那我说这个什么都避免好了 可它是季节变化来了 它就痒了 那它是季节来的 那当然用这些方法都可以听取医生的建议嘛 那当然也可以怎么样 你去验过敏员的检验 那这样子呢 都是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去预防它 因为我们一直说预防呢 剩余治疗嘛 那可是异味性皮肤炎很不幸得到了 那它也不太容易治 那只能我们说呢 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 希望它把这个犯病的时间给它拉长 就是希望它不要天天再犯病了 那我们减少过敏源的产生嘛 那这样子会好的 大家狗狗会养的比较 更得宜啊 就比较好这样子 OK 在我们晓得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就是顾名思义就到处跑的 然后它对于什么东西过敏 除非你做过敏源检测 否则你也不晓得它对什么东西过敏 对 对不对 那在这个口服药上面呢 我们晓得最有效的一个抗过敏 就是肋骨唇 对 那在你临床的治疗经验上面 你肋骨唇使用的量 跟它这个有什么注意的事情 其实意外性皮肤炎来讲 最现在当然还有新的要出来了 那当然以前来讲都是用肋骨唇 那甚至呢 用肋骨唇的软膏什么都有 那可是呢 在我们看来这个 当然啊 像我跟杨医生 我们都二十几年的经验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大量服用肋骨唇 或涂抹肋骨唇的一些不好的案例 那甚至整个它的这个免疫系统 完全都溃提了 那甚至有的这个酗主为了这个养呢 又不愿意到动物院去看 那后来怎么办 就涂而药膏 那涂而药膏以后 它等于全身涂抹 那后来等于全部念珠菌就来了 你就知道那个恐怖啊 连我们的医生都不敢看 因为为什么你随时摸下去 都是血都是浓 那甚至我在演讲的时候说 哎呀 我把这个例子病例打给大家看的时候 可能这个中午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吃中餐了 晚餐就不要吃了 那这个都是 其实这怎么造成呢 就是客人酗主呢 求好心切 他用了超强的肋骨唇 那他刚开始感觉到这个狗啊 不养了 那就是好嘛 比医生还行嘛 可是有一些是 他们也想到后面的后果是严重的 对 因为我们晓得肋骨唇对于这种 这种止氧 或者说一个局部的一个消炎 它是非常有效果 可是我们晓得用久了之后 它的确会有一些副作用 对 尤其是会压抑这个免疫系统 对 然后造成一些像这个酷心心种 就是说酷心是正 酷心是正 对 就是狗狗一直狂喝水 一直这个胃口非常好 然后皮肤变得比较薄 再严重一点的话 皮肤上面可能会有钙化的情形出现 对 甚至变薄 甚至糖尿病都来了 真的 所以真的我们千万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拿腰膏自己乱涂乱抹 这这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呢 继续接听大家的call in 我们的call in专件是 0283693398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 请继续call in 我们也接受我们听众朋友call in 我们的专件是 0283693398 其实我们既然在网路有直播了 那在网路上面有许多好朋友呢 会有留言 我们先回答另外一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周晓如小姐 应该是小姐 她说过敏源检测 那个这个 这个该多久做一次 或者说 是不是做过以后就不用再做了 其实过敏源检测在我们做了很多 那通常呢 一般的主人他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做完过敏检测 我们按照他的这个方向去做 去避免一些过敏来讲的话 那有时候他控制很好 那当然他可能他不做了 那可是呢 当你控制不好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你呢 一年做一次 甚至有时候呢 好比说你从台北搬到了台中 那是不是有很多环境呢 花草啊 那这个温湿度都不一样 不同的过敏出现 对对对 那不同过敏出现 那我们会让你再做一次 OK好 那还有一位这个 我们的许正理听众朋友呢 他在我们的脸书上留言啊 就是说 常常给狗 他家养了很多只狗 对 那吃我们人吃的食物 比方说肉类啊 或是我们桌上的食物等等 对他们会不会皮肤上面 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或者说这个有什么症状要 其实吃人吃的食物 我们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吃鲜食嘛 我们也不是说反对 可是我们尽量就是 吃的比较清淡点要适合了 如果说像是我们自己人吃的 这个大鱼大肉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但是皮肤上面不好 消化道也不好吧 甚至你到时候肾脏胰脏也有问题了 你创造给兽医 很多的业绩 我觉得是不错的 所以还是少吃为一 当然 好 接下来我们回答完了 我们网路上的听众朋友留言啊 我想说在你这个治疗心 这个皮肤病方面啊 还有这么多年来的经验 能不能挑一两个 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皮肤病的治疗 它的这个整个过程 还有这个成功与否 你不要一直讲你治疗好的啊 其实治疗不好的一定也有 对不对 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 其实治疗皮肤病来讲 失败的也是很多 那通常呢 我常跟我的医生讲 甚至我的朋友家人一起讲 我说当你坚持到最后的话 你才会成功 那甚至我们讲一个简单案例 就是有一只米格鲁 她是一个老小姐了 那她的主人真的很爱她 所以当她有一位性皮肤炎的时候 她觉得呢 王医师你的药实在太轻了 那甚至不会痒 就痒的时候 有时候止不住 所以呢 刚刚我们提到了用药膏 那她把全身这个 她擦了一点点药膏 她觉得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那所以说她把整个毛剃掉了呢 她因为在台湾的药房 是很好买到药膏的 那她这我不开给她 然后她就去买了那个500克的药膏 就一大罐 一大罐的药膏 像奶粉罐 对对对 她超好的 她就某某的擦 擦了这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呢 我在大物演讲的时候呢 突然我的医生跟我讲说 王医师我没有办法看这只狗了 这个等你回来吧 我回去的时候一看呢 哇整个皮破血流一样 然后整个都浮肿的 然后整个是化浓的 那甚至她 因为她内骨醇药膏差太多了 所以她的肝脏功能完全都不对了 那当然我刚刚说 她是一种念珠菌的感染 那念珠菌的感染 她是要吃这个黴菌药的 可是她肝的功能又不行 那后来呢 我们想很多办法 打针也不行 那最后方法 我们只好用洗的 那我们用次第酸的水来洗 那你知道刚开始洗的时候 那个手啊 你洗摸到哪里 哪里都是血 那个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讲 那狗十分的刺痛啊 很痛 可是到了半年以后 这半年洗了半年了 我们用了半年 当然给她这个肝也不能只用 然后当然我们洗了半年 这狗好了 这狗也变成我们医院的狗了 什么意思 因为这狗变弃了 所以现在你们医院都可以看得到她吗 对对 我们还看得到她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小不点 小不点 对对对 也可以放到羊动物去玩一玩 谢谢你 谢谢 OK 不是我必须要这样说 其实大家我们听的朋友 刚刚王医师讲的一个重点 因为肋骨醇呢 它平均的就是说我们软膏里面 大家觉得说 轻轻的抹一层嘛 对不对 没什么 可是如果你是全身的涂抹的话 你一次可能要抹20公克 对 大家如果仔细看它的标签上面 每一公克还有多少的肋骨醇的量 我们晓得常常吃肋骨醇 一颗是五毫克而已 那每公斤我们给狗狗的体重 大概才0.5左右 甚至于0.25 如果说你用抹20公克 里面搞不好就有10公克的肋骨醇 对 所以那个量是非常非常饱和 而且非常爆的 对 对 今天声闻提出这一点 我倒是非常重要 就可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绝对啊 就是药膏 尤其是眼药水 眼药水 药膏 这个是吸收率最高的 对 吸收率最高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上次的狗狗眼睛这样子 我就把它点 没事嘛 对不对 那这次我继续拿来用 或是甚至于说 我自己去外面买 然后来涂 到时候涂了真的非常 因为雷骨醇 它把免疫系统整个破坏掉 任何一个简单的细菌 都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对 都很难治了 都很难治了 今天真的时间太短了 非常谢谢声闻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那个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声闻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下个礼拜一 我们统一时间再见 那那个这个皮肤病 我相信可能还要再请声闻来一趟 没问题 跟大家来分享 感谢观看